为了亲人你是否愿意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 黎兹的答案是yes 黎兹曾经炙手可热的演员 一天屠龙记中的赵敏 珠光宝器中的康雅同 精致玉孽中的玉影 等等角色让他至今仍被观众记得 然而弟弟的一次车祸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黎兹是个极其重视家庭的人 在一次采访中他说 这一辈子最珍贵的礼物是家人对他关怀和爱 而他的使命是要像士彼一样捍卫自己的家 年轻时的他早早出道拍戏养家 如今弟弟因车祸瘫痪 他宣布退出娱乐圈 接手弟弟的梦想 医学美容生意 就这样 黎兹从演员 蜕变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企业家 霸道女总裁从来不是他的梦想 但这个对家人有着满满的爱的女人 却演绎出了独立自主的女总裁人生 2019年公司与香港主板上市 2020年创办了自己的爱苏菲品牌 另外自于2012年起 他也不遗余的支持慈善团体 带领公司团队履行社会责任 李子说 我不是完美的人 我有脆弱的时候 但父母和弟弟的爱 丈夫的爱 孩子的爱 让他从容自信 也无一挑战 敢于十面混击 家人就是要拥抱在一起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付出牺牲 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这样的坚韧与爱 让我们看见了女子的力量 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个 因爱而成就的独立女性 事业女性 这也是他故事 喜欢就点个赞吧